欢迎回来财经大白话 现在肺炎的疫情延烧 世界各国都关闭的国门 现在这个经济大战才要开打吗 现在当这个企业开始 砍薪发债的时候 到底政府应该要先救谁呢 这谁才是冰封暴之后的幸存者 我们就观察到说上周的美股 其实连续三天 领军长的呢 就是这个要求美国政府出手纾困的波音 而波音的股价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 是暴跌了将近七成 一度还失手了百元大关 但没想到这一回却成了反弹的急先锋 我们就看到这个波音的股价上冲下席 我们就来问问看三位来宾 你们真的觉得说现在波音 这一波的反弹 真的是说代表波音已经走出谷底了 我们有圈插牌 觉得走出谷底的举圈圈 两个圈一个插 陈彦哥同样是不同的意见 我们还是先问世聪哥 为什么觉得这个波音走出谷底了 我觉得他业绩有没有走出谷底 或是股价有没有走出谷底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美国是一定会去救他 因为他是一个大道不能够倒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川普 他的这个心情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会放任他 真的走到谷底 他会想办法让他谷底翻身的一个情形 没错 我们就看到这个川普 其实曾经公开说过 波音不就不行 事实上这波音这一年来是货不担心 包含了这个热卖机款 就是MAX737 接连发生空难 导致这个全球都停飞 还有现在又遇到疫情 又再度冲击到他了 这一回这个川普出手相救 是不是有这个媒体就说 就是因为这个波音大到不能倒 对没错 宅宣事实上在上个礼拜这个股价 波音股价往下跌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上中说 波音的概念股可以去抄底 对不对 甚至波音的话 如果你改的话都可以去买 那我个朋友就真的去买 那他真的也非常厉害 他大概买了一百多块 然后涨上去的话就冲到一百 六一百七他就卖掉 短时间之间就获利五六十趴 这就是所谓的死猫跳 为什么 他跌很重的时候 他也会像死猫一样弹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才说到底他会有没有走出多头 我觉得是还没有 但是因为他大到不能倒 为什么大到不能倒 第一个你看 他的这个 雇佣的功能非常多 波音他自己本身有15万人的这个员工 但是他牵扯到了非常多零组件 有250万人 还有供应厂商有17万间 那另外一个 因为他是美国制造业的最后的尊严 你说现在真正在美国 纯made in USA的东西其实不多 有部分的像GM或是克莱斯的菲亚特 有在美国设厂是纯对的made in USA 其他一个代表就是波音 波音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代表 而且尤其是如果波音倒的时候 你知道谁最开心 这个空八最开心 对不对所以美国跟欧洲 有那种引然的心结之下 他根本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 再来就是说如果真的波音倒的话 就可能会变成是 我们2008年真正引爆金融海啸 是这个雷曼兄弟 那如果真的波音倒的话 那就引爆这一次的这个 金融的这个大萧条 所以他不会允许这样的这个状况 但是呢 现在波音跟美国双方在谈什么呢 就是波音好像还要寻求 这个他自己的尊严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一开始的时候 波音当时候股价往下跌跌到八九十块的时候 他就出面 他就跟美国政府说 我要六百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那结果呢 这个川普就说那可以 那我们用入股当成一个条件 就没想到川普说要入股之后呢 波音马上就拒绝 他说我们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 因为他也知道说现在美国 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救我 所以入股这个条件 我看来是不要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出现死猫跳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又开始可能会往回折 双方对于怎么去救 还有一些方案 还有一些这个状况 没有达成这个协议嘛 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 波音是美国 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 波音不只是制造 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航器 它其实还是很多美国战斗机的 最大的制造商之一 所以它绝对是不能够倒了一家企业 所以我才说嘛 如果真的假设波音在往下回跌的时候呢 我觉得或许你又是一次 可以这个再玩一玩 有没有死猫跳机会的这个可能性 对我们就看到 其实这一个 它寻求六百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当时这个政府说是要入股 但是波音竟然拒绝 这我们来问一下士聪哥 为什么他拒绝 他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对很简单 庆红哥 对不起不会错 庆红哥 因为我觉得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其实我觉得刚刚为什么 我举波音的股底 其实已经是弱了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我们首先来谈到 它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它已经遇到麻烦 其实就是它那个737MAS摔机 然后各国其实都 让这款飞机禁飞 那禁飞的情况下 也影响到它的订单 那波音其实也决定了停产 然后重新的再找出这个问题 然后想办法让它可以复产 那因为现在目前全球的航空业者 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到 寒冬的阶段 我反而觉得这个寒冬的阶段 反而给波音喘息的机会 因为它让这款737MAS 要重新复飞 它需要一段的时间 它们原本大概预计 五月份应该就有机会可以复产 但因为现在大家原本担心了 它这个转单给空八的 但是因为现在空八也没有订单了 所以其实反而让波音 有喘息的机会 可以让它有更多的时间 去让它这款史上最畅销的 这款飞机 可以让它在安全无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继续的让它复产的情况 现在目前已经滞销了400台 400架 这400架可能就会是 波音未来的救命的一个订单 但是这个原本 其实有可能会转单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反而这次的疫情 让它有喘息的机会 那第二个其实还有很重要的 其实它有个底气 因为我大到不能倒 所以我可以对政府的财务上要求 其实可以达到无限大 所以它政府要入股的一个条件 它当然可以先拒绝 因为我先可以先借钱 反正现在大到不能倒 那倒的前提是什么 借的钱还不出来 但是现在政府告诉你 我先把钱给你 你不用急着还我 那这么好的条件 我干嘛给你入股 入股之后还给你分 那如果哪一天真的 连借钱都没有办法还的时候 我再来用政府来入股 所以它是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因为现在借钱不用还 那当然干嘛 干嘛就不用再那个所谓的入股 但是有没有可能 当它盈域一直走到更底股 谷底的时候 那最后一招才是已债入股 对啊 已债入股 对我当初借了钱 我把它入股进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目前的看起来 其实波音确实是从各方条件中 它有非常好的底气去面对 因为毕竟美国政府愿意 无条件的去支持的时候 其实它就不会让它 有更糟糕的状况出现 好 听起来这清雄哥觉得说 波音就是你惨我也惨嘛 空妈你也惨嘛 就是这时候反而可以喘邪 那这个陈彦哥你刚刚是举叉叉 你觉得这个波音还没有走出谷底 因为走出谷底等于是两阶段的动作 第一个是到了谷底 第二个要走出来 那我认同大家的讲法 就是说目前是在谷底 但是什么时候会走出来 其实是我认为现阶段还看不到的 就是说它已经是谷底 应该不会更差 就是这样 但是要走出来 我觉得时间会拉得很长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全球的疫情 全球六万架飞机停飞 那假设疫情结束 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 绝对不是购入新的飞机 或是先把之前的订单先完成 因为你要先回到过去营运的状态 你之前休养生息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损伤惨重 对 它这个损伤 伤完很惨重 底气伤得很凶 然后你原来停在那些沙漠 停机场的那些飞机 慢慢的一个一个回来 又有很多的支出 要把这些东西重新 让它站上这个原来的营运轨道 所以可能原来的换机的计划会暂停 原来构新机的计划会暂停 可能都先想办法让旧的飞机能够先上线再锁 而且营运要回到正常 我觉得这绝对需要一段时间 就即便说疫情结束 我相信全球的这个观光的移动场 不会马上回复 不会马上回复 所以是不是谷底 是什么时候走出来我不知道 所以我举差的原因在这 所以反正可能还要再一段时间了 好下一段我们就接着来看 这个全球大降息 现在连工股行库的利率 有可能都比央行还要低 所以有可能这央行还会再降息吗 马上回来财经大百话 欢迎回来财经大百话 现在全球大降息 我们的央行也是跟进 现在甚至有一些公股行库的利率 比起央行的重贴限率还要来得低 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三位来宾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受到这个疫情 全球疫情还没有缓解 我们的央行有没有可能会再降息呢 如果觉得有可能的话举圈圈这样子 是从歌举中间 不是一半一半 然后这个庆隆歌举圈圈 陈彦歌举叉 好我们这次从陈彦歌先问好了 为什么觉得不会降息 因为以总裁的个性来讲 这次的降息我觉得 他考量的还是全球的经济 因为我们他其实里面有讲到 我们自己的状况其实还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降息 其实是迫于全球疫情的一个无奈 就是我们要有一点诚意的表现 所以当然我举 我举叉 我刚才是举叉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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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是说 那你觉得不会再降了 对我是希望不要再降 因为如果真的再降的话 那表示我们自己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而重创 那个事情是很大条很大条的 就是信心层面的影响 那已经不是说我可能只是先跟着全球稍微怕热钱的流入 因为他有讲他是怕热钱流入 所以如果再降已经不是怕热钱流入的问题了 那真的是我们的基本面 连底气都不见了 哇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久 我直接吃这个好了 因为那时候日子很难熬 四冲割局一半一半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事实上 以这个目前的这个杨总裁来说 他真的是不希望再降息 因为其实台湾降息的空间有限 但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因为我们担心说 万一这个疫情没有控制住的时候 万一这个大再持续的再往上升的时候 台湾可能还是要面临到 万一这个疫情控制不住的时候 的经济损失会相当大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降息或许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才说 他在心理上他不希望降息 但是疫情上面我们会打上个问号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欣龙哥觉得会降息 因为首先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我认为会降息是因为 降息本来其实就是央行的一个手段 去让整个经济有 让他可以甚至生产活动 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但是降息能够带来多大的效益 其实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因为现在目前利率真的很低 其实我们以房贷利率来看的话 其实2000年当时台湾的房贷利率 是7.3到6.10 6.41到7.3 然后2001年是5%大概到6.6% 2002年是3.69到4.96 2003年是2.49到3.53 2008年是2.52到3.3 大概在3%之间 但是现在的利率已经1%多了 现在房贷利率已经来到1.68 所以那个在降息对于 房贷族减轻的压力 其实是有限的 甚至对于一些企业 他们所支出的利息的成本 也是有限的 但是央行必须得做 是因为 这是他们目前所能用的一些手段 我觉得这个手段 当整个台湾的经济陷入到一个 相对已经开始出现 走下坡的同时 他们必须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就接着来问一下 这个市充沟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央行降息 再加上这个国安基金 有一些护盘的动作嘛 那我们台股短线上是安全了吗 有哪些是这个台股安全 进场的一些讯号呢 对 事实上台股呢 要进这个安全的指标来说 还是要看美股啦 美国的话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美国的疫情要能够见到高点反转 那高点反转的时间呢 根据川普的说法 是在未来两个礼拜之内 会见到一个高点之后往下回折 所以至少还要两个礼拜嘛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一个非常要重要的重点 第二是美国的前一波低点不能够再跌破 美国前一波低点是一万八千两百一十三点 为什么不能够再跌破呢 如果因为前波低如果再跌破的话 表示呢这个央行 因为一八二一三点的这个低点出来 是因为美国联准会的无限QE 加上美国的两兆 加上G20的五兆 这样弄下来才有一个低点出现 那么因为这个低点再往下跌破 表示你什么表示什么 表示各国央行的救世行动 或是政府的这个政策都完全无效 事实上讲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讲台湾好了 台湾刚才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 我们的利率可能相对有限 因为事实上在前一波 美国升息的过程中间 台湾并没有升息 台湾升息的空间非常非常小 所以也就是因为没有升息 所以我们降息的空间 也会相对比较小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对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是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 因为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的规模 没有像美国那么高 美国用的它GDP的大概 5%到7%左右的数字 各国都是这样状况 所以台湾现在比较需要 是大规模的财政政策 这个当然要官方宣布才行 再来第三个重点是 我们一直在讲 油价一定要指稳 油价如果没有指稳 那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这个经济根本就没有好转 所以这个油价一定要回升 另外一个是美元指数 因为最近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美股跟美元指数 是一个反向的状况 你只要美元指数跌的时候 美股大概会是涨的 你只要美元指数是升的时候 美股大概就是会跌 所以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一个资金的这个悄悄板 它如果资金大量往美元指数 过去的时候 代表说全世界还是相当恐慌 但是美股会跌 但如果是反之 美元指数往下跌的时候 资金流出美国 表示这个市场对这个安定性会比较足够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大家可以持续来观察这四个点 来决定说台股是不是真的落底了 好 庆隆怎么看台股的进场讯号 要落底其实还没这么快 其实我们跟巴拿大同整 其实任何一个空头市场 要由空翻多 一定要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应该也 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 应该是最近大家所经历过的 第一个阶段叫做 情绪的恐慌性脉压的宣泄 这个情绪的恐慌性脉压的宣泄 其实它会来得非常的快 甚至它有些时候 会沿着五日情绪的开始 急速的下坠 但是当到这个底部的时候 它其实它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跌升的反弹 这就是所谓的空头市场中的死猫跳 那这个空头市场的死猫跳 为什么会弹得这么快 其实就来自于在底部 该卖人都已经卖完了 然后所以在这过程中 其实它就会加速它反弹的力道 但是它很难反弹上去 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一段 当作逃命波 当这个逃命波过程中 其实它让它上涨 其实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最后其他必须会经历过一个 这个还要再经历过 下一个阶段的修正过程 就是经历过第一个阶段 情绪的宣泄完之后 第二阶段跌升的反弹 第三个阶段 其实就会开始进入到 所谓的实际影响层面 的一些负面因素 这实际影响层面的负面因素 包含了经济真的开始出现 严重的衰退 可能公布了很多经济数据 就业数据都非常的严峻的情况之下 甚至上市柜公司 他们所公布的营收跟获利 都出现非常 应该说非常难看的状况的时候 市场就会进行到 另外一个修正的状态 当这个修正的状态之后 这个部分 在这一点 这边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底部 任何的空投市场 它的底部都是要由不断的 利空所淬炼出来的 越多的利空淬炼出来的底部 才有办法去酝酿 接下来的一个反弹的 回升的走势 才有办法走入到第四个阶段 完成打底 然后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然后这种完成打底包复性的反弹 它必须得搭配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大家一定要有认清楚 这种反弹是不会有基本面 就是所谓的无机之谈 不会有任何的基本 您所看到的数字还是非常的差 所以在这反弹的过程中 其实是不会有任何好的消息 但是它确实能够反弹 但是为什么能够反弹 第一个是因为 它底部已经透过不断的利空淬炼完了 第二个反弹一个非常大的条件 就是它提供了所谓的资金行情 所推系出来的状态 现在目前各国央行在这个阶段 已经把所有能用的钱全部撒出来 你看美国已经开始实施QE无上限 去年欧洲的央行在11月份 已经实施所谓的QE forever 完全没有任何的极限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的资金动能 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这个充足的情况下 会让它这一波进入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提供一个所谓的无机制函下的资金行情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即使是台股或美股 其实顶多在进入在这个阶段而已 才进入到第二阶段 因为接下来实际的影响 才会开始正面的冲击 而这个陆续公布冲击之下 它就会让整个市场 有可能去往下再下探 但在下探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这么快速上来 其实不知道 它也有可能继续往下探 而且足的角越足越多 但是底部足的越多 其实也可能就让它的底部越加的坚强 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去看的 那会不会主管底座马上反弹 其实还是要咀嚼于 所谓的疫情控制的状态 但是目前来看 资金的条件已经完成了 已经让第四个阶段的资金的环境 已经够了 但问题就只差在这个信息怎么回来 这个信息回来 其实不是这些经济的利多讯息 跟上市会公司所公布的好的财报 这一点都不重要 重点是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被控制 只要一控制住 报复性的反弹随时都会出现 陈彦哥怎么看呢 因为基本上 两位都已经补充过的东西是蛮广 我觉得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因为通常下跌的过程中 第一个是大资金的 这个外资会先 会先大幅度卖出 接着散户受到影响 大幅度的卖出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 因为融资已经降到这个1000亿以下 现在在906亿 所以我觉得 然后外资也卖超过3000亿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其实筹码已经 我觉得已经稳定了 就是说大家已经 就要购股票都卖掉了 受不了的也都出去了 手上剩下的就是舍不得的 也不想再亏的 那剩下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台股的巴菲特指标 美国有巴菲特指标 我们也有 但按照过去2008年 现在这个巴菲特指标 稍微回来一点点 大概在140到150中间 前面有靠近140 但其实这都还太高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台股的巴菲特指标 掉到100附近 所以其实当筹码都干净了 大家把股票都卖完以后 什么是台股巴菲特指标 就是我们把市值去除以GDP 也就是说你现在股价跟GDP 呼应起来到底合不合理 巴菲特说120以下就合理 如果你降到780 那真的是便宜到不行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140以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但好处是说 现在的筹码都很干净 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 就是等这些筹码都很干净 我手上现金充足的这些人 什么时候敢进场 有信心这样 刚才欣龙哥讲得很好 就疫情结束报复性反弹 为什么它可以出现 报复性反弹 我手上是钱 我现在就等 等到你这个疫情 就只要疫苗一出来 你不会穿进去 我就不用再买口罩 我期待我不要再排队了 对不对 这股票的下单就会冲进来了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还有点高 我觉得大家还没有看到 那个买点 因为现在大家手上的钱是足够 但是它还是在衡量 到底什么时候够便宜 我觉得现在也是市场在等待 那我觉得这个GDP指标 台股的GDP指标 我们也可以做个观察 只要它越低就越有希望 越有机会 我们买到的股票就越便宜 很多人现在就是像 市聪哥讲Cash is King 就是留钱在等这个落底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大家的 那个危机意识感是很高的 都快速的